腰果 這就是你最好的 抬轎音樂 你從小就是要聽 SHE的歌 你就要喜歡我們的歌聲 你要以媽媽為榮 因為前一陣子就 接連的 她的長相被曝光了 她有跟我說 那要不要順勢出道 我就說 先不要 Selina抬轎音樂 SHE的歌 All In 含話小腰果 以媽媽為榮 每一次 驗到兩條線的時候 就 真的覺得自己是 老媽有這麼嚴重嗎 她驗了每一個牌子 然後都是兩條線的時候 那一秒鐘才真的崩潰 襲擊而起 就是真的哭了 然後 這是真的 然後 我要當媽媽了 然後你要當爸爸了 她要把你抱歉管 沒有欸 我的體重 她應該也抱不起來 恭喜Selina成為準媽媽啦 上個月她公開宣布習訊 和小七歲的圈外男友小徐 有了兒子小妖果 不過Selina對小徐很是保護 某次是任拔任媽 忘了遮臉 才意外流出高情無碼咒 二十號 則是Ella不小心說露 嘴小虛的私下暱稱 對 她的英文名字啦 英文名字的第一個是V 但因為我本來也要跟你們介紹 是她是小V 是因為新聞一開始出來 就說她是徐 徐姓男子 然後我想 那就小徐吧 我們私下 自己確實叫她小V啦 對 但不過Ella的嘴巴還是偏大 對嗎 因為前一陣子就 接連的 她的長相被曝光了 她有跟我說 那要不要順勢出道 我就說先不要 不是每個人都很適合當明星啊 OK 很多人跟我說 因為她聽得到了 然後要放台交音樂 然後我就上網去看 有一些歌單 就是都是一些什麼古典樂啊 交響樂啊什麼的 我就覺得 我都不喜歡了 我就不相信我聽這個東西 邀果會開心 我就把SH所有的歌 全部都放進那個歌單 一年來的 從第一張專輯 到最後一張 精選啊 單曲什麼的 全部都放進去 心裡就想說 邀果 這就是你最好的開腳音樂 你從小就是要聽SH的歌 你就要喜歡我們的歌聲 你要以媽媽為榮 而且你就聽到這個歌聲之後 以後你長大 你聽到他們 我們三個人的聲音 或我們三個人唱歌 你就會很開心 很自私的胎教音樂 我覺得說這個都不錯 本來一直希望自己 可以當一個很隨性 然後讓邀果自由發展的媽媽 可是我身邊的朋友 都沒有人相信這一片 因為他們都說 你照你以前教育Pinky的方式 你應該會是個虎媽 然後我真的仔細想了一下 那就好吧 就是我也不否認這個可能性 因為我的確比較有一些 自己的要求跟原則 會是控制於自己的 但我希望我盡量不要做藥 盡量可以通過跟小學期間 現在是走到下一個階段 其實人生的規劃 我跟小學我們都有 在認真的規劃跟討論中 對 當然 但是現在 現階段 因為我比較緊張 懷孕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其實現在也帶給我蠻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就希望 以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然後能夠先以小藥果 能夠很平安很健康的誕生 以這個為主 然後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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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看 然後就是之後 就一起吧 對 對 呵呵呵呵 我會不會有什麼好想的 然後再看一看 我會不會有什麼好想的 然後再看一看 我會不會有什麼好想的 感谢观看